大家好 我是幼哥 今天我們來體驗一下 這個體驗服的阿茲卡 那我們等一下再說 因為我現在 是完全沒有辦法移動的喔 一進來這個遊戲 我直接就是 好不好 直接 我這個角色 他原地踏步 然後就沒有辦法去移動 然後我只能 重新去 斷線重連喔 那阿茲卡這隻角色 他在 體驗服的時候 是有 改強了非常非常多喔 例如他的二技能 我就覺得 還蠻不錯的喔 因為像 改版之前 他的二技能 先看這邊 我們先看這個二技能 等一下再做一下改版內容 這邊我是一技能 去集運到 對方的這個 艾里喔 那艾里 就是他三動位 直接跑走 不過對方的納克羅斯 直接被我們的魚人 直接開大 但是納克羅斯 也是有為你直接 跑跑 但是對方這個合掌 這個金娜 你可能就跑不遠喔 接上我一技能 再加上二技能 但是我一技能是直接 打歪了 但是對方的艾里 想去救他家的和尚 然後一起去 等於去做一個下水餃的動作喔 這邊 點一下塔 但對方的這個小丑 跑過來 守這個線喔 但是可以看到對方小丑 其實 前期啦 前期來說 小丑這隻角色 沒有太大的優勢 但是他在後期的時候 就有非常高額的爆發輸出能力喔 等一下就可以看到 這個小丑非常狂喔 然後對方的金娜 被我大招緩道出之後 我馬上就被對方的納克羅斯 給抓到喔 不過我們往後面 撤退一下他們 換打我們的莫托斯 然後莫托斯直接就死了 直接就實化到對方的艾里 現在左下角有 這隻阿茲卡的一個被動的說明 怎樣會實化 就是他中三隻技能就會實化喔 那我們趁現在死亡時間來說一下 改版的一個資訊 就是他的二技能 改版之前他只能 他會彈射嘛 每個英雄他最多只會彈一次 改版之後他會彈到兩次 意思說他配合他的被動 他的觸發的機率已經變高了喔 也比較機率就是 被動是三次嘛 中三次技能就會被實化 那今天我二技能已經彈了兩次 我有可能再加上一技能 我有急暈到 那你就會直接被實化 所以我覺得他改的這一點蠻不錯的 好我現在走這個上路 來走一下推一下這個兵線喔 不然我們上路都沒有人啊 反正是我中路 我們隊友都非常愛來我中路 這對方的莫托斯跑怪招單挑 這一技能直接 我的大招直接放歪喔 對方的莫托斯直接大招大下來 我血量非常殘 但是他血量也是非常殘喔 被我急暈到之後 其實兩方都 不敢再進一步去做一個追擊的動作 不過這邊好不好 這邊有看到小兵直接二技能放小兵 這時候彈彈彈的時候 直接好不好 莫托斯被我二技能 從小兵那邊彈過去彈死喔 我阿斯卡擊殺對方的莫托斯 這就是莫托斯好玩的地方 假如說對方殘血想跑 結果看到一個兵線有沒有 就放一個二技能過去彈彈彈 就會被彈到喔 一樣這隻也是優先去彈英雄 這邊二技能到之後 接上一技能急暈 加上我大招緩速喔 那個金納還是沒有藍喔 不能開大做一個加速逃跑的動作 這邊直接就把這個中塔給點掉 就直接把它拆掉 阿斯卡這隻角色 我覺得蠻有可能會 之後有可能會去替代掉這個蝴蝶喔 畢竟蝴蝶他的之後改之後 他的這個大招冷卻時間什麼都變長了 但是這一隻阿斯卡 你看到前期就算莫托斯只好單挑 但是他也沒有得到 太太多的利益 反正是 我可以利用一個技能去凶害波 你看這邊 對方的金納也可以說是被這一隻去 克到當然就是你的一技能要放得好 位置要放好 我這邊一技能急暈到對方的這個小丑 這時候放一個二技能 對方小丑被我實化大概0.5秒之後呢 但是對方艾里非常煩人喔 如果這次艾里沒有出來 對方小丑就非常 就會倒大沒了喔 這場從一開始就是走一個逆風 現在人頭數是一個9比12 那之後可能會比數會差距越來越大喔 阿斯卡這隻角色他的後期真的團戰的時候優勢非常非常的大 尤其是他的二技能喔 這邊大招直接去緩速到對方螺絲 不過對方螺絲直接有沒有 就是一個位移技能逃走 那隊友直接就光 在這邊 我應該是可以逃跑的喔 一技能急運到對方的艾里 所以這次玩這隻角色我覺得就是 重點就是他的二技能非常的痛 尤其是如果是有兩隻英雄站在一起的話 那他們是互相彈射嘛 互相彈一彈有可能就會去中到我一技能 那兩隻都會一起被我實化 所以這隻角色我覺得還蠻 改版之後蠻強蠻不錯玩的喔 這邊一技能看有沒有機會 急運到有喔 急運到對方的艾里 不過他應該是有三種位移 血量非常的慘 我也是一個大招過去他直接被我殺掉 不過對方的小丑 其實對方小丑裝備已經起來了 你看我現在血量非常的慘 就知道 其實在體驗服務的小丑 我不知道有沒有更改小丑 不過我就覺得小丑 前期雖然沒有任何的 就是比較沒有那麼的有威脅性 但他在中後期的爆發能力是非常高的 但是小丑就是欠缺一個什麼 他沒有位移技能 他也沒有這個 一個CC控制技能 好這邊又是一波會戰喔 大招大到對方的金娜 金娜直接被我們五打一直接圍毆喔 這時候艾里過來想下水角喔 直接再往前放一個這個 急運技能 他被我急運到之後 對方的納克羅斯從屁股來喔 這邊一樣去做一個追擊 但是羅斯跑太快 我是完全不想去追他 就直接去想說去打這個塔 去拆塔會比較重喔 畢竟這一款遊戲 還是屬於一個拆塔的遊戲 就是中路 因為我們都有撤退啦 當然直接就做一個撤退喔 然後我們的漁人等一下就會 嗯嗯嗯 當然跑光了這邊 莫托斯又要過來嗎 直接大招他被我失化之後 你看血量瞬間就殘掉了喔 他完全就是不敢不過來 其實我不太敢過去 怎麼說不敢不太敢過去喔 因為我怕他有這個支援 你看果然來了果然來了 果然來了 羅斯 我看到腳底羅斯要過來 我完全不知道往哪邊跑 然後放一個一技能 有沒有機會 完全沒有機會喔 但是其實等一下可以看一下 羅斯的血量 也不剩 所剩不多有沒有 大概剩一個 五分之一六分之一的血量 他這隻角色 他有這個控制技能 然後他有緩速的一個技能 他的二技能非常非常的痛 外甲長他的 瞬間的爆發傷害 其實也是非常高的喔 只是說你的位置一定要放對 好大招 欸沒有緩到喔 因為他的大招的拳頭 飛的速度 其實我覺得還是太慢了 可以再調快一點 這時候隊友在下路 全部都死光了 然後我們的悟空 直接追出去 也是有擊殺到對方的莫托斯啦 但他自己也是殘血 來中路守一下有兵線喔 好 對方在吃我們野怪 這時候悟空 有沒有機會OK 我就急暈 這時候對方的羅斯想要 跑過來殺我 不過他直接被我實化 這邊有沒有機會 應該OK 我擊殺掉對方的納克羅斯 不過對方的愛里還是 太煩人了喔 畢竟他有三段圍移加上 他的一技是這個 長條形的控制範圍技能 不然加他大招 還是非常 惹人討厭的啦 那中路又是一波下水角 現在人頭數已經差距來到了10顆喔 在一個後期10顆來說其實 還算撐的過去 怎麼會說算撐的過去 因為兩方的裝備都已經差不多 差不多了 可是如果你在前期就輸10顆的話 那你基本上就會打得比較吃力 其實不是我們的角色不好 而是我們的團戰配合度不好 可以看到下路我們的悟空又被單抓 抓死喔 這就是我們角色配合的能度 我老實說不好 因為我悟空 OK 這邊我們打算做一個凱撒 但是我發覺到 對方完全沒有想要打凱撒 因為畢竟是比較體驗服喔 對方直接進攻我們中路 馬上就回首了喔 然後隊友直接馬上就開戰 然後還點個投降 馬上就一個 好不好 不同意 隊友是相當不錯喔 魚人衝上去 一個二技能 二技能在他們兩方之間彈射 有沒有機會擊殺呢 有 擊殺掉對方的愛理喔 你看這個對方小丑 現在就可以看到 對方的小丑其實 現在已經非常肥了喔 然後他身上附帶有這個 有沒有有沒有 他一個大招收掉我們的這個兔子 史萊姆斯 然後他 還有這個復活甲喔 完全我現在完全不敢去靠近他 但是如果你要打一個團戰的話 這隻角色還是會比小丑來的好 因為他有一個自保能力 他的一技能是一個自保能力 但是如果你今天玩的是小丑的話 你就沒有這個控制技能做一個自保 我甚至還有大招可以去做一個範圍的緩速喔 好 一樣先清掉中路的兵線 再看這一波怎麼去打喔 現在人頭數一樣落差十分 我看到他們在草叢 急暈到對方兩個人 然後再加上我大招 對方的 有沒有 納克羅直接被我石化喔 血量非常殘 這時候愛理過來喔 我的大 我的二技能現在非常非常的痛喔 這時候隊友點個投降 但是果斷拒絕喔 然後這時候對方的有沒有 對方的小丑直接就把我毒死了 其實他們這一波是比較屬於下水角的行為了 就是我急暈到對方的金娜 這時候對方的羅斯直接在進場 然後 之後愛理又進場 然後小丑才進場 這個進場順序就直接 就是TEMPO沒有跟到 就是屬於比較下水角 而不是沒有人去保小丑 中路 對方直接就擊殺掉凱撒 他們現在是有凱撒之力的喔 那其實我這隻角色 清兵線特別快 因為二技能 他是會不斷彈射 你看 這時候被我急暈到之後 馬上開二技能 對方的血量 瞬間殘血量之喔 對方羅斯想要來擊殺 我直接就被我石化掉了 然後這邊我再放一個二技能 他們中間彈射 我直接在收掉對方的 然後這時候 金娜再被我們的史萊姆斯收掉 你看這一波完全 就是一個二換五喔 就可以看到這隻角色 他在打團戰的時候 真的非常非常的一個非常強 而且 你可以看到我們這一波 完全是一個四打五的局面 我們的悟空在上路做 好啦 講好聽點 推線 推兵線 帶線 但是我們也是只能去推掉對方的一座塔 因為我們在一個沒有兵線 兵線烈士的一個狀況下 已經算不錯了 我們再吃一個藍buff 可以減少我的技能冷卻時間 看團戰會不會比較好打喔 還有這邊一技能沒有擊運到對方的金娜 金娜從這個進場點就有點錯誤了喔 今天開啟了我的大招 那我再開這二招 對方是兩隻不斷在彈射 那會被我石化到 對方的小丑果斷去 交出他自己的閃現喔 做一個銅閃的動作 那我們這一波 基本上感覺就可以結束喔 直接大招做一個區隔分離動作 那隊友也是成功把這座主堡給拆掉 也是成功 在一個大概差距十顆人頭下 拿到一個mvp 然後KDS是一個十二點二 個人滴殺是十五 助攻有全場最高十八次喔 可以看到這隻角色他的一個能力值 團戰能力值非常非常高 我甚至覺得他已經比 改版之後的蝴蝶還要強喔 先看一下我的英雄傷害四十二點 四十二點八趴喔 是非常非常高的一個輸出 那承受傷害我覺得我個人的走位還不錯喔 大概十幾趴 十三趴 十三點五趴的走位 我覺得 個人覺得還不錯 而且他的一技能非常有自保能力 好這一集的阿斯卡就介紹到這邊 如果他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在下方點個喜歡 我是優格 我們下次見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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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é